人体中自由基有哪些种类? 人体中自由基的种类很多 它们通常按其所含原子或分子的类型分类 常见的自由基包括 养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超氧因离子 O2过氧化氢 HROR 抢击自由基 O 但自由基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RNS 易氧化氮 No过氧亚硝酸盐 O2 自由基是如何形成的? 自由基可由多种内外原因素生成 细胞代谢 正常的细胞代谢过程 如线粒体在产生能量时会产生ROS 外界辐射 紫外线或放射线照射 环境污染 烟物 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等 生活方式 吸烟 饮酒 慢性压力等 炎症反应 白细胞在攻击病原体时产生的 自由基的危害是什么? 自由基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以下危害 细胞损伤 自由基能够损伤细胞膜 蛋白质和DNA 导致细胞功能障碍 炎症 自由基可以激活炎症途径 加剧炎症反应 疾病发生 与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癌症 老年痴呆症等有关 加速衰老 损伤细胞和组织可能导致早衰 综合或去除自由基的方法有哪些? 抗氧化剂可以直接中和自由基 阻止其引发的连锁反应 煤系统如超氧化物奇化煤SOD 骨光甘态过氧化物煤GPX等 它们可以将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的物质 生活方式调整 健康饮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陷酒 减压等 什么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 抗氧化和中和自由基是什么关系? 抗氧化剂是可以中和自由基的物质 它们可以捐赠电子给自由基 从而使其稳定防止自由基损伤细胞结构 常见的抗氧化剂包括 维生素C和E β胡萝卜素 C 辛 花青素 茶多酚 哪些食品和营养素可以去除自由基?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品和营养素可以帮助去除自由基 水果 蓝莓 草莓 橙子 猕猴桃等 蔬菜 菠菜 甘蓝 胡萝卜 西红柿等 坚果和种子 杏仁 核桃 亚麻子等 全谷物 燕麦 糙米 全麦面包等 饮料 绿茶 红酒 适量 总结 自由基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养核蛋的自由基 形成途径包括细胞代谢和外界因素 危害包括细胞损伤和促进疾病 综合方法包括抗氧化剂和生活方式的调整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品有助于综合自由基